用另一手的虎口去抓住它的脖子 就是有一種潛柱你不准跑 它是由嘴巴由下往上去 有一點吸住舔住它的二垂 對 就是這樣 歡迎收看居社事務所 哈囉大家好 我是依居老師 哈囉大家好 我是玉姐 陳妮 今天請到了 親人無數的搶你來就知道 我們今天要派的教學是 接吻技巧教學 就是在開始之前我必須先罵一下 到底是誰幫我訂了這個主題 教學還需要人家教嗎 我覺得要耶 真的嗎 因為我親太多人 我就是親過那種 真的很不行的 就跟那個性感一樣 我覺得都是需要教的 好 那因為大家應該也知道 我過去做了那麼多教學 從來都沒有實際下來 親身示範過 所以今天呢 要跟強妮親的人 就是我本人 就是我本人 所以沒有別人 沒有 就是我 我以為你只要在旁邊講耶 你可以嗎 我可以 我必須得說我的接吻技巧還不錯 如果今天沒有太過於緊張的話 應該會滿帶感的 在影片開始之前 我想要問一下強妮 畢竟你親的人 太多 太多了 比我吃過的米都多 對 所以呢 我想要問一下你自己個人 有沒有比較偏好 怎麼樣的接吻方式 我最喜歡那種蜻蜓點水的 喔 日式的接吻 喔 這叫日式接吻 為什麼 為什麼不是美式台式 因為你看片子 你就會發現 欸 日本那邊的片都會偏 那種唯美感 那有一些美劇呢 大家就知道他們會很強勢很霸道 塞進舌頭嘛 所以 你比較喜歡其實是接吻 那還有別的嗎 我喜歡那種循序減進 我不能一開始就親嘴 我喜歡額頭鼻子 臉頰嘴巴 然後脖子到這裡這樣 我喜歡輕輕的輕輕的這樣 那你非常的符合 女性向喜歡的接吻 那今天教了所有的教學的基礎 都在於 你們本身就已經是有感情基礎了 不然你怎麼親 你都夜店隨便喇 用這種方式 人家也不見得會對你有感覺 嗯 其實是看臉 對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 妳要親我嗎 對我親妳 我沒有主動被親過 蛤真的假的 妳都主動喔 我先主動 然後我才會知道對方的 程度到哪裡 完蛋了 我壓力好大喔 那我們就先從蜻蜓點水開始 好然後我現在是男生 看男生要怎麼樣勾肩 丫頭都可以 但是我一律建議 男生如果妳想親女生的話 盡量加上手的一些姿勢 如果妳比較高的話 妳就可以把女生這樣子抓過來親這樣 好 那如果比較小隻呢 一樣啊 這樣子 Oh my God 要確定欸 對啊 對啊 好 那輕盈點水就直接 因為大家會發現我們鼻尖會對鼻尖 所以大部分啊 那個國高中生結吻都會有點卡卡的 甚至會撞到牙齒 所以大家記得要扭頭 不是妳剛剛給我 投身舌頭 害羞 欸我跟大家講 我也是很愛生舌頭的人 那生舌頭它其實是有技巧的 就是妳不可以 用妳的牙齒去做牙齒 因為容易碰在一起 妳的頭像什麼 那個很爽 感覺怎麼樣 感覺怎麼樣 很爽 哈哈哈哈 等一下剛剛喝酒的不是我嗎 所以我有點害怕 會不會被吃掉 好那我直接對妳做第二招 這是一個小技巧 我個人覺得蠻不錯 大家可以準備棒棒糖 或是糖果 任何糖都可以 一句推薦葡萄糖 因為葡萄口味呢 味道 大家比較不會害怕 而且葡萄吃到一個尾暈 它會留在舌頭 因為我們會把那個甜味給吞下去 所以它在舌頭上面殘留的味道 不會濃到 然後直接吞 傳得過去 所以有一個小心機 妳可以針對妳的上下唇 去做一個塗抹的動作 像這樣 我懂 親的時候微微會聞到那個香味 對 甜甜的 然後就可以直接抓對方的臉這樣 然後呢 然後呢 妳就可以問對方說 等一下 覺得如何 覺得如何 很爽啊 然後對方通常就會問說 欸妳這是什麼味道 我就可以反問妳說 欸喜歡嗎 基本上都會說喜歡 然後妳就可以說 喜歡的話多吃一點這樣 欸這個很屌欸 對不對 是不是還不錯 沒有啊這非常好 因為跟 妳們知道市面上 有那種接吻 噴嘴巴 我知道我知道 那個其實很嗆 那個會有一個補助 對 會有一個薄荷在混口臭的味道 對 那個 接下來呢 我們就順著交下去 下一招是 大家如果沒有糖果也可以做的 嗯 就是我們其實呢 舌吻 因為大家也知道 我們有分法式舌吻啊 然後各種神奇的舌吻方式 那舌吻的話 大家會覺得 欸 我是不是只要伸舌頭就好 舌頭也有分 你要伸在裡面還是伸在外面 那如果你是男生的話 我一律建議你 就是伸在外面 伸在外面是什麼意思 然後妳那個過程當中 妳的舌頭是在外面 用一個畫圈 或是來回的方式 舌頭伸到裡面 很容易會太用力 女生會痛欸 對 太用力會痛 然後就會沒有感覺 然後再加上 如果男生舌頭在外面的話 妳可以輕輕地去 順便地舔 女生的嘴唇 妳跟我那麼開心 這是 有史以來最棒的工作 哈哈 perfect 那我們先從 外面 外面的部分 開始 就是妳當妳舌頭在外面填的時候 妳可以用畫圈的方式 那之前我看過有人講說 如果妳在接吻 妳可以用舌頭畫 比如說ABCDE 但我覺得這個東西 不是一個很明智的方法 因為當妳投入在裡面的時候 妳哪管ABCDE啊 記得起來啊 很難 我覺得很難 對 就投入 然後 像剛剛有發現 有一點我們在輕的時候會 左右轉 這也是一個很自然的反應 妳不用刻意地去做 但是左右轉的好處是 妳比較不會鼻子撞到 而且 偷偷跟大家講 其實接吻的呼吸技巧很重要 我對妳吹吹看 妳等我一下 吹什麼啦 妳有感覺到嗎 可是那因為是妳啊 我就會覺得很棒 對所以其實妳感覺是很棒的 對是很棒 所以我一律建議 男生跟女生 都可以試著輕輕的呼吸 去調節 那為什麼我剛剛說 我們頭左右轉會 接吻比較輕鬆的原因就是 當妳在輕的時候 妳透過左右轉 妳嘴巴是可以偷偷換氣的 哦 對 那妳就可以輕越久 這也是為什麼有些人 可以輕二三十分鐘 但是妳永遠怎麼輕 就是一兩分鐘的原因 那剛剛 這一個方式是 嘴巴外面的接吻 那我們現在示範的是 嘴巴裡面的接吻 那這個方式比較適合女生主動 因為女生主動的話 盡量就是比較不會被敲到 那個牙齒 因為牙齒敲它就真的超痛 對 就是牙齒咬到舌頭 真的超級超級的冷感 嗯 我準備了先拿油 這樣我們在舌吻的時候 觀眾會比較容易看到 這樣又不會被黃標吧 不會吧 好 這聲音蠻好笑的 超可愛 那我們隔天吃飯的時候 隔天直接噴到鬼 把我們隔天噴的分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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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技巧就在於說 我們當在結吻伸進去的同時 要用嘴唇的力量 女生啊 我們女生在吸吻的時候 不是像我之前教的 口愛 是這樣 沒有 沒有那麼用力 會痛 所以我們在親的時候呢 是這個樣子 這樣子 就是你有聽到嗎 他是透過嘴唇這樣 微微的 的聲音 然後去讓兩個人 手吻的時候更貼近 那這個方式呢 非常的容易 讓男生 控制不住 我等一下會去換一條內褲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你是認真的嗎 那我等一下來檢查內褲 好 那今天聲紋的兩個都交完之後 來交一個我覺得不用用舌頭 然後也不用深入 但是會輕的 讓彼此很有感覺的一招 你說氛圍嗎 對氛圍感 非常的氛圍感 然後女生自己本身會覺得很浪漫 男生也會很想要 透過我剛剛講的嘴唇上下去吸吻 但是他不深入 然後 密集的左右這樣轉 大家看得出來嗎 就是 大家看得出來 當我們在接吻的時候 我的嘴巴是很小的在吸 然後同步很快速的在動 那這招真的 我覺得很容易點起彼此的開關 那今天教完這些我覺得 算簡單的技巧啦 那還有一招我個人覺得 女生對男生做 男生不要對女生做的就是 咬吻 但是呢 因為這個很容易男生就 掌握錯方式 我就直接變嘴巴破洞啊 真的假的 然後就沒有後續 就直接 好我來示範一下所謂的咬吻 那他除了靠牙齒之外呢 記得是輕咬這樣 卡卡卡這種啃咬的感覺 就這樣 他同步是舌頭有在觸碰的 然後也有這樣 輕咬的感覺 那有看到嗎 我牙齒是不是會 有一點面 然後你舌頭可以捆不動 有嗎有感覺到嗎 就是 是輕懂你看基本上都沒有咬痕喔 對而且都是 OK 都是有點水水的 那我就是女生的角色 他是男生這樣 好 那有感覺到嗎 當我們在咬的時候 他是伴隨著我們的舌頭在舔 所以這個感覺像是挑到對象 所以 要嗎 我給你啊 那你再過來一點啊 我給你啊 男生會不知道我到底要不要 對 就會一直 要繼續了嗎 要繼續了嗎 那種感覺 沒錯 今天以上幾招交完了 我要來傳授一個我覺得情侶之間 或是曖昧之間 非常適合玩的 大家一定會有那種靠得很近 就是身體貼彼此的時候 所以這時候你就用鼻子 靠著對方鼻子 嗯 然後呢 誰動誰就輸了 不行啊 我就想親啊 對 那我輸啊 我一輩子跟你贏啊 我沒有想要贏 輸給你一輩子 對 就是 就這招真的 非常的有情調 你不要看現在這樣 我們好像就 講話很正常 對 但其實你真的這招用下去的時候 你鼻子 這樣 基本上 一定會有一方 想要嘴巴主動先親過去 那這時候 男生的動作就很重要了 嗯 像是 主動的捧著他的頭 這樣過來 這樣親 還有一種呢 就是捧下巴 用 手 這樣子 按住下巴 我跟你講這招真的 女生都會很有感覺 這樣子親 就是 就是你要控制住他 他是你的獵物 這種感覺 怎樣啦 他秀什麼 什麼意思 我從頭到尾都像你都沒有發現 真的 我都很有Fu 這秀得很靈慧 這有Fu是不是 我很怕是因為我的表情被黃 這是健康的節目喔 然後還有還有就是 最常見的壁咚 但是壁咚 男生可能會比較覺得很刻意 那如果可以的話你在沙發坐著的時候 單手動 不要雙手 雙手會很好笑 我們單手 對那我這樣大概示範一下 就是你千萬不要雙手會很好笑 單手動 然後呢同步的 就是你想盡辦法讓他 有種被你困住的感覺 所以我個人會怎麼說 這個要控制力道 用你的虎口去抓著他的脖子 我就說 我就說 有多等一下 有多興奮 有多興奮 他在旁邊之前給我看到摔下來 單手 然後去 靠近牆壁 然後把他 逼到一個很小的空間之後呢 用另一手的虎口去 抓住他的脖子 就是有種前柱 你不准跑 他是由嘴巴由下往上去 有一點吸住 舔住 他的二垂 對 就是這樣 這樣懂嗎 大家記得 就是你真的要有一個 單手抓住的感覺 這個感覺會比 這樣 對會比摟抱還要更有感覺 那如果今天你本身是在床上 或者是你在沙發上的時候呢 臉這樣側過來 這個姿勢一定要伸舌頭 拜託各位 因為這個姿勢如果再不伸舌頭 你很難 真的跟他完全在接吻到喔